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iPhone上面 当日回顾的功能 当日回顾是捷径资料库里面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它是现成可以直接加到你的iPhone上面的 那这个当日回顾可以帮你回顾你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包含说你今天学到什么 或者是你觉得哪里可以更好 还有明天要做哪些事情 总共会有五个问题 然后最后它会制作成一个备忘录 像是这样子 一个一日回顾的备忘录 然后另外它也会制作提醒事项 就是在当日回顾里面 它会问你说你明天要完成哪些工作 最后它会变成提醒事项 我们现在先来玩一次给大家看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当日回顾的按键 第一题它会问你说你今天感觉如何 那我们这边选好 第二题它问你说为什么你觉得今天很好 你就可以开始答你的原因 这边写完之后我们按这个好 接着第三题它问你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我们就可以大致打一下 其实不用太多字 那这一题我觉得其实不管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写上去 包含你生活上面的一些小细节 都可以写上去 那我们写完之后按这个down 再来它问你说你觉得什么事情做得很好 写完之后按好 然后明天你需要做什么 你就可以大致写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跟你的形式力是分开的 就等于是一个双重提醒的感觉 那我刚才说这题写完之后它最后会变成一个提醒事项 那提醒事项它就是会在明天的某一个时段跳出来提醒你 这个部分等一下可以设定 写完之后呢一样按这个down 然后最后一题这个您明天能帮助谁 这一题是比较尴尬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一题不太实用 那如果你觉得ok的话你等一下可以把这一题留下来 那如果你不是很喜欢这一题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删掉 写完之后呢按一下好 最后呢它就会跳到这个备忘录里面 然后它是一连串 就是它会按照你的日期排下来 这个是我昨天写的 然后这个是今天写的 然后明天的就会出现在这下面 所以在备忘录里面呢就只会有一则而已 就很像小小的日记的感觉 然后再来呢我们到提醒事项里面看一下 这提醒事项里面呢就出现了最后两题我们的答案 然后在时间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预约就是在明天的某一个时段提醒我们 然后以后就是自动在那个时间提醒你不用去设定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要怎样设定这个iPhone上面当日回顾的功能 非常的简单因为它是在那个资料库里面的其中一个预设好的功能 所以你只要把它加到你的iPhone里面就好了 我们先打开捷径 捷径呢在右下角有一个捷径资料库 然后在这边呢有一个搜寻栏我们就直接搜寻当日回顾 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点下去 进来之后呢我们按这个加入接近 接着呢我们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我的接近 你就会发现它被加到你的这个资料库里面了 变成这样一个方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去做一点小小的修改 我们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这边呢会有一个注解就是说这个当日回顾要怎么使用 就是你执行的时候呢它会问你五个问题 那下面呢就有刚才我们看到所有的问题 那如果有几题你觉得不是很实用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按右边的叉叉把它整个删掉 然后下面的文字的部分呢就是它最后会出现在 我们的备忘录里面 所以这个格式里面呢你也可以稍微去做一下修改 就是把这整栏整个删掉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蛮重要的地方需要改变的 就是我们先找到这个将当日回顾要做什么加入工作 并于时间明天提示 这个是在说什么就是它的倒数第二题 就是你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嘛 它会把它加入提醒事项 但是它会在半夜12点的时候提醒你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明天改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 它才不会在半夜突然跳出来通知 所以先找到这一栏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蓝色的明天 接着呢我们在明天后面达上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 例如说早上9点或8点 像这样子明天早上8点提示 那这样子呢你回答完的这一题 明天早上8点会跳出来提醒你 那另外呢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提醒事项 就是这边最后一题要帮助的对象 它也会变成一个提醒事项 那如果你原本就打算要把这一题删掉的话 你就可以按右边的叉叉把它整个视窗删除 那如果你要保留这一题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明天一样我们改成一个比较确切的时间 例如说早上8点 像这样子 这样修改完之后呢整个当日回顾就设定完成了 然后如果你想要修改它在你主画面上面的图标的话 你可以点到右边的这个方框里面去设定 那如果你没有要设定的话呢 就按一下右边这个蓝色的控制器 接着我们按加入主画面 然后这边呢就是会出现在你主画面的图标 还有它的名称 接着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 它就会跳回你的主画面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当日回顾就加到你的桌面上 接着我们来按一次 一样呢就跟刚才的题目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回答完之后呢 它就是一样会变成这样子一个备忘录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提醒事项 提醒事项的部分就跟刚才我们设定一样 就是它会在早上8点的时候提醒我们 我觉得这个功能很棒的 就是它有一点像是小小的日记 只是它是用问题回答的方式来帮你复习一下 今天发生哪些事情 你有学到了哪些东西 然后也会提醒你明天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养成这样子一个 追踪自己每一天的习惯的话呢 就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 而且蛮不错的就是它会直接存到备忘录 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在使用备忘录了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当日回顾的教学就到这边 大家觉得好不好用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另外呢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